散热器底部的膜没有撕掉 有的CPU散热器的底部会剔的有一层塑料保护膜 在安装散热器时如果太大意 可能会忘了撕掉保护膜 这样会造成电脑使用时CPU温度过高 死机甚至损坏电脑 机箱同柱没有调整到适合的位置 这张图里是机箱所有的铜柱的位置 铜柱是用来拧螺丝固定主板的位置 铜柱是可以拧下来再拧上机箱的 所以可以自己调换每个铜柱的位置 一般机箱的附件里也会有备用的铜柱 有的情况下如果不自己调整铜柱位置 会使铜柱直接顶在主板非螺丝孔的位置上 导致主板短路或者损坏 废话不多说 根据你自己主板的样式 参照左边图里的标注位置 调整你机箱的铜柱位置就好 机箱USB3.0接口的针角被插弯 主板上的USB3.0拓展接口 一共有19根针角相对比较脆弱 所以装机插线时一定要和插线接口保持垂直插进去 如果插进去的角度歪了或者斜了 很容易把针角给弄弯 导致机箱前面的USB3.0接口失效 如果试图去把弯了的针角拨直 还很容易把针角给弄断了 机箱PCI挡片刮掉主板元器件 绝大部分低端机箱的PCI挡片是和机箱一体的 装独立显卡或者其他PCI接口的硬件时 需要把机箱上对应的PCI挡片掰掉 这时如果把主板先安装了才掰挡片 有可能会使挡片的最下端刮蹭到主板上的电子元器件 导致主板损坏 所以在用这类机箱装机时 最好是把挡片先掰掉 再安装固定主板 不要手键和高估自己的动手能力 意思是不要勉强自己 没有把握能自己装好电脑主机就算了 交给有这个能力的人帮你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私讯我们 或者观看我们其他相关视频 谢谢